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 各国民主根植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 通向民主的道路不止一条 实现民主的方式丰富而多样 比较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数优数略 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 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 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而不是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 为了选举他们可以随意许落 当选后却很少能兑现承诺 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 但只要当选 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种只有在投标时必唤醒 投标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烂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在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 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人民不喜欢 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必须接受党和人民全过程 全方位 全领域的监督 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利 始终用意为人民磨利益 不管光多大 地位多高 一旦发现有违级违法行为 必将受到党籍国法的严肃惩处 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我们的人民代表 来自人民 代表人民 服务人民 由人民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这样的民主 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 更真实 更管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